随着扎嘎那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这个古老的村寨正在迎接各地的游客 当地一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一大早 扎嘎那村的村民班代才让 就在自家的民宿里忙活着打扫卫生 整理被褥 2014年 扎嘎那村开始发展旅游业 班代才让的父亲 在自己家里开启了民宿 如今生意越来越好 班代才让也建起了新民宿 到旅游旺季的时候 就是七八月份提前半个月预定 天天就是爆满 然后我还有外包的两个宾馆 然后一年输入下来的话 七八十万左右 扎嘎那村共有村民225户 1600多人 这些年大家有的利用 自家原生态藏式板房 开启了藏家乐 有的升级改造民宿 扎嘎那村人均纯收入 从2014年的4500元 上升至如今的3万多元 近年来 迭步县不断完善旅游景区设施 扎嘎那景区观景台 和总长6.8公里的人车分离战道 是当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一部分 眼下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建设 争取名言五一黄金周前投入使用 扎嘎那景区今年截止10月22日 累计接待游客177.07万人 同比增长282.8%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